新北市五谷国小庆祝百年校庆发起了我骑车你捐款的花东单车传爱公益活动 12位国小学生在老师与家长陪同之下 4月9号开始从花莲火车站一路骑到台东全长180公里 过程中小朋友们亲身募款汇聚各方爱心 也把款项分送到花东地区有三个公益团体 第一站来到了门诺基金会捐出6万元的爱心款项 4月9号一大早五谷国小师生从花莲火车站出发 骑着单车来到门诺基金会 参与武力少年花东单车传爱公益活动捐赠仪式 首先由门诺基金会执行长邱燕云来介绍基金会的服务项目 让大小朋友可以明确知道自己的善款要落实在何方 门诺基金会常务董事林国泰也十分感谢五谷国小师生们的爱心奉献 五谷国小他们今年是创校百年的一个周年庆 那校长跟家长会还有相关的主任 为了要从小这个能够从小扎根 爱心从小扎根的这样的一个立场 那所以就是鼓励这些少年学生 那在寒假的时候暑假的时候空档的时候 那锻炼体力 那希望说借由骑脚踏车来募款 那汇聚爱心之后到我们东部来传爱 我今天代表门诺基金会董事长 以及全体同仁 非常荣幸的能够接受他们五谷国小校长带领 跟家长会带领的这一批的一个善款 我们希望说能够把这一批善款 能够发挥到我们花东地区 需要这个受惠的这些 弱势的老人跟原住民的这些弱势的团体 五谷国小校长曾经发表示 这次活动希望可以从教育着手 让帮助人的善心从小扎根 那我们这一次呢 利用花东的时间选了三个社服单位 第一个是门诺基金会 第二个是我们在复礼的颐和园 然后第三个就是救星教养院 那我们12位小朋友加上17位家长 总共29位的师生 然后利用这一次的机会 到这时代借有单车的活动 然后把孩子的爱心传播到花东地区 然后希望在过程当中让孩子学习体验 然后学习去帮助爱人助人的这样的心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从生活中培养孩子 悲天悯人 然后帮助别人的一个这个能力 骑着单车奉献爱心 小朋友们说会累但是很有意义 还好为什么会想参加这个活动 因为觉得很有意义 很有意义 这训练过程辛苦辛苦 辛苦 因为我想要帮助别人 真的哦 这训练过程会不会累 很累 很累哦 可是感觉呢 可以帮助别人感觉很开心 真的啊 那你呢 你为什么想参加 因为想要帮助别人 是哦 那那一路训练 我觉得你的体力OK吗 可以吧 五股国小第一站就来到门诺基金会 捐赠募集到的爱心款项六万元 希望可以帮助更多弱势长辈 获得良好的照护 介续会欢迎室报导